很多非建制派議員說很多的論點 是說違反基本法 非建制派的同時 就拿了大律師工會提出的意見 就覺得我們要遵守 是2014年10月9日 是當時《太陽日報》這樣說的 大律師工會首度就佔領行動發表聲明 指若有人因公民抗命觸犯刑事罪行被檢控 即使其犯法 動機純高 亦非抗辨理由 佔領人士應尊重其他人士的權利和自由 而行動亦應該對社會造成過度損害和不變是不對的 其實為什麼非建制派議員 當時又不聽大律師工會所說的話 馬上叫停點鐘呢 是因為他不同意大律師工會所說的話 還是他們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政治方向而選擇去聽呢 如果我們今次一地兩檢不成功 不能夠通過的話 我們的藍大門將會退到深圳 很多香港市民都是不樂見 在現場的話大家看到很多派在這裡 寫著各地自閹 我覺得不應該寫字眼 應該是自斷 自斷是怎樣自斷呢 就是如果一地兩檢過不了的話 我相信我們香港是自斷經物 是經濟的經物 所以我希望非建制派議員 放下陶督 盡快令到一地兩檢可以通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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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